第五章 升了世界的就是信心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上帝而生 凡爱生他知上帝的 也必爱从上帝生的 我们若爱上帝 又遵守他的界明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 我们遵守上帝的界明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界明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单用水 乃是用水又用血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作见证的 原来有三 就是圣灵 水与血 这三样也都贵于一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因上帝的见证 是为他儿子作的 信上帝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 在他心里 不信上帝的 就是将上帝当作说放的 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上帝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上帝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若照着主的旨意求 主就听我们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事 我们向他所传 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 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人若看见弟兄 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我不说当为他祈求 凡不易的事都是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我们知道 凡从上帝生的 必不犯罪 从上帝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上帝的 全世界都恶在那恶者手下 我们也知道 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小子们 你们要自守 远避偶像